买个车吧 怎么了 我求你了 买车干嘛 我们就摸多车就行了 你看 买车干啊 买车炫耀啊 炫耀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看我们家在村口啊 门口连个车停都没有丢死的了 别人每次路过 看我们家好穷啊 房子跟不上人家就算了 连个车子都没有 没有就没有呗 我们有车也没什么用是吧 你看看这里啊 这些都是我们家的位置啊 全部给别人停 那没办法 我们家没有车 就让别人停咯 我们家以后有了 再说嘛 现在有摩托车就很方便了 以后说什么时候 你要去哪里 你说你要去哪里 我带你去 你给我个具体时间 你说你要去哪里 主要是你要 我哪也不去 我就要车 哇 你要车 你就光要炫耀啊 我就想 想想跟别人家 别人友的 我那家也要有 我不要 那个压力太大了 你知道吗 现在在农村 很多人买车都是分期的 知道吧 在外面打工一个月 打螺丝 才三四千块钱啊 没有钱就代管买啊 谁不是代管买的 我跟你说 村里面所有车都是代管买的 我要跟他们一样 我代管买 他们压力很大的 你看不到他们压力吗 有压力才有动力 你是看不到他们压力 你就觉得 有车就很好 有啥好的 他们一天天的在外面打螺丝 在广东这些那边打螺丝啊 一天天的从早上打到晚 开车就上班 你的车已经是停在厂外面 停一天一天的 那有什么用 好羡慕人家啊 房子也比我们好 人家有车我们也没有 有啥羡慕的啊 一点都不羡慕我啊 我当初怎么会干到你这个男人啊 那些人压力很大的 我告诉你 每个月的房贷是两三千块钱的 男人都会有压力的啊 而且这些车啊他们开了四五年了之后 基本上都贬值了 不保持了啊 知道吧 我们又没打算卖啊 一年最低贬一万以上 我告诉你 你一直开怎么会贬值呢 你一直开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开 你要上班的话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开啊 那我那些买车的人啊 他们都是啊 开去上班打螺丝 然后停到工厂的旁边 那个一停就是停一天 我要故事了 这有什么用啊 就上下班开一下而已 那基本上没什么用 但是回老家就有面了 就有什么面了 门口都顶着有车 我觉得农村思维才会这样子的攀比啊 总是觉得有面就什么车什么车 觉得宝马喷驰奥驰就是有面了 其他车 你真没用 都看不上是吧 在农村都这样子 你真没用 房子房子也比不上人家 车子也一样 你有用 我怎么会叫这么没用的男的呢 我后悔死了 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男的 你有用 你会搬比 你真的是会有用 除了搬比还会有啥呢 你看这摩托车 我去哪里都能去得了 你去浙江广东都能去的 好搞笑啊 这真能去广东浙江你说什么梦幻了 你真能上高速吗 那我们不走高速啊 我走国道不行吗 傻子 我走小路不行吗 非得要走高速吗 真的是 走一趟高速啊 来回 油和过路费加钱了2000块 我告诉你2000块可以够我买一辆这样子的摩托车 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人家都跟着去旅游 你看我们只能卧在家里面 那我也可以去旅游啊 只是看你想不想去而已 你去的话 这个车就可以多运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然后你在那里骑就可以了 脑子进水了你 我不想跟你说 必须带官买了 反正我不买车 不买车 买车没意义 你不买我自己买 我不买 我自己买 你有钱啊 你买吧 买了给我吧 去问你爸妈要问丈母娘老丈母 买一辆车来送给我吧 你没本事就算了 还让我去我娘家问钱 对呀 去问你爸妈买一辆来送给我 没用的男人 我没用 对我没用 我承认我没用